Hello大家好,我是公堂,欢迎来到扫黑风暴系列节目第七期 本期内容主要是原剧第十四到十六集的剧情梳理 点赞过八千,继续同步更新,后续讲解 希望大家不要剧透过多信息 接下来节目正式开始 进驻绿藤至今,出去认罪伏法的菜坝杨东 虽然督导组的调查暂时还没有取得其他特别有效的成果 但是伴随调查的不断深入 绿藤隐藏的黑鹅势力已经逐渐变得清晰 光天化日杀雪梅,看守所里杀马帅 这些极度猖狂的行为恰恰说明督导组已经令黑鹅势力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不断增加的各种线索已经开始引发质变 所以正义的反击也已经拉开序幕 督导组现阶段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找到薛梅的尸体 凭借前期的调查,何勇已经基本锁定凶手的活动路线 薛梅的尸体极有可能被藏在西郊的龙尾山 于是率队抵达龙尾山的爆破工地之后 何勇要求健安民报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波 配合专案组调回所有货车就地卸货接受检查 因为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陪伟提出可以先去后山的另一处可疑地点看看 就在这时,一辆没有司机的可疑产车突然进入何勇的视野 紧接着,麦自立失踪案重要证人薛梅的尸体终于出现 接下来的剧情可以梳理为以下六个阶段 阶段一,因为暂时无法证明爆破工地的负责人陈建波具备杀人嫌疑 所以经过调查,何勇决定利用健安民报公司过期的爆破许可证 在合法前提之下要求陈建波配合调查 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审讯获得突破口 这个细节其实也能体现出督导组的工作难度 因为他们不能像黑恶势力一样不择手段 面对专案组的调查,陈建波的表现看似配合实际上就是在拖延时间 虽然陪伟感觉陈建波面对警方的状态还挺自然 但是何勇坚信薛梅的尸体出现在爆破工地绝对不是巧合 阶段二,根据反派的剧情线 我们得知,高明远原本打算安排陈建波协助老宁处理薛梅尸体 但是陈建波没有及时完成 所以看到专案组抵达现场之后 老宁只能将薛梅的尸体藏在铲车里并且迅速离开 更重要的是,得知薛梅尸体暴露陈建波被专案组带走的消息之后 高明远的反应说明陈建波肯定掌握着很重要的秘密 紧接着高明远立刻下令传话给陈建波 无论如何都要扛过24小时 阶段三,经过彻业调查,何勇已经成功找到尸体发现地的诸多疑点 龙尾山爆破项目的43名工人都能查到身份信息 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记录,查无此人 铲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没有任何指纹,明显是被人刻意清理过 面对何勇提出的犀利问题,陈建波需要给出正面的回答 何勇的问题越明确,陈建波就越难回答 如果编不上来,心态就会波动 然而就在陈建波的表情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何勇正打算施压的关键时刻 何勇突然进入审讯室,并且把何勇叫走 紧接着,何勇告诉何勇,事件报告说明 薛梅的死因是顿其击打导致的对冲性颅底骨折 因为薛梅案很明显是他杀案件 所以相较于事件报告,何勇更在意的是陈建波的口供 另一边,裴伟本打算给陈建波滴一瓶水 结果却不申脱手弄湿了陈建波的衣服 虽然刚刚继续施压,陈建波未必就一定会交代实情 但是经过这段小插曲之后,回到审讯室的何勇发现 陈建波已经回到最初的无赖状态 至此,审讯再次陷入僵局 何勇针对警局内部的怀疑也开始变得更加强烈 简单来说,就是何勇心好累,感觉身边好多内鬼 与此同时,何勇针对可疑人员的试探也已经开始 等到剧情发展到合适的时机 工堂会结合前期的细节一起为大家分析清楚 阶段四,何勇邀请贺云参加督导组的工作会议 考虑到两位死者的紧密联系,何勇提议将薛梅案和麦兹利案并案侦查 但是因为重新调查14年前的案件 势必会影响绿腾市以及绿腾警方的整体形象 所以在没有掌握缺些证据的情况下 督导组暂时不会让绿腾警方承受过多的压力 扫黑除恶,局势复杂,不放过坏人,不冤枉好人 这是严谨,也是格局 就是作为观众的我们,真的会替督导组感到着急 回到剧情谈话间,洛组长询问陈建波的情况 负责审讯的人明明是何勇 但是贺云此时却抢先一步汇报工作 说的虽然都是实话 但是具体表达多少有一点替陈建波减轻嫌疑的成分 再加上龙尾山爆破工程的目的是消除山体滑坡的安全隐患 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 所以洛组长决定依法释放陈建波 不过根据此后的剧情 我们得知,洛组长的深层目的其实是引蛇出洞 安排何勇暗中调查隐藏在陈建波背后的黑恶势力 阶段五,何勇单独向洛组长汇报调查成果 龙尾山爆破极有可能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证据行动 14年前,工厂管理员陈建波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 并且通过极低价承包和连续三年的改制 逐渐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变成自己的私企 如今的建安民报几乎垄断了绿腾市的所有民用爆破项目 想炸哪就炸哪,所有手续一个小时搞定 这就是绿腾炮王陈建波的狂言 更重要的是,何勇发现14年前麦自立失踪案发生之后 董耀接连升职,陈建波,变身企业家,马帅的公司也开始加速发展 此后的14年里,这三个人几乎没有交集 但是自从独岛组进驻绿腾,薛梅离弃失踪之后 这三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浮出水面 14年前,麦自立是工程监理,董耀是建委科长,马帅是村村工程的承包方 于是何勇大胆推测,董耀,马帅,陈建波应该都和麦自立的死亡存在联系 与此同时,因为董耀背后的负伤高明远已经进入督导组的视线 所以陆组长提醒何勇注意调查陈建波和高明远的关系 阶段六,自媒体时代,大部分能够吸引眼球的消息都会跟随网络飞速传播 通过新闻发现一次母亲薛梅的尸体之后 焦急的卖家希望高明远立刻带她前去辨认 因为知道肯定瞒不住,所以高明远只能将薛梅死亡的恶耗告诉卖家 但是因为高明远培养捧红卖家也许还有别的目的 因为高明远就是杀害薛梅的幕后主使 所以面对卖家的迫切要求 极度虚伪的高明远假装贴心地给出了两个选择 第一,现在去见你妈妈,然后被媒体发现曝光 我给你安排的身份、资源、文凭、你的唱歌、跳舞综艺等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你只能回到最初那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卖萌梦 第二,我会找人厚葬你的母亲,等风头过去 我们去墓地跟她告别 前班情绪,晚班纠结 面对高明远设置的陷阱 卖家无法选择,其实就约等于选择后者 以上便是薛梅案六个阶段的全部梳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欢迎弹幕清晰,鼓励一下 镜头转向反派以及新帅集团的故事线 作为绿腾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黑鹅势力的代表 虽然高明远已经非常谨慎 但是因为绿腾的黑鹅关系网涉及的人实在太多 所以高明远根本无法确保每一条线都能做到滴水不漏 官商勾结,贪污受贿,残害百姓,杀人灭口,逍遥法外 督导组只要抓住一个有效的点 就能牵出一条线,进而摧毁整个黑暗面 快活日子过得太多,戒备心理就会放松 黑暗之中,那些心怀鬼胎,自以为精明的小丑就是督导组的突破点 你说对吧,想要做中间商赚差价的董耀区长 这段非常解气的故事要从市政府针对伊核新村项目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开始讲起 副市长伍双岭,长腾资本高明远,石门区区长董耀等关键人物悉数到场 新帅集团方面,李承阳连哄带骗,声拉硬拽 带着股东海哥和文良共同参加会议 李承阳的计划就是利用这次会议一次性达成六个目标 于董耀,查真相,除内鬼,解物会,保股份,重回新帅,管理层 阶段一,李承阳当场拆穿董耀曾经试图暗中购买李立娟股份和伊核新村项目的行为 将贪得无厌的董耀准备的那份漏洞摆出充满陷阱的电子版合同直接发到微信群里 并且顺势指出,以防做梦投资正是新帅股东文良的公司 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都不是傻子 所以这份陷阱合同曝光之后,董耀的解释看起来是那么的苍白 解释的董耀看起来是那么的狼狈 在此过程中,李承阳还顺手拿走文良的手机阻止他向外界求助 因为勾结董耀的文良本身就是新帅的股东 所以曝光这份合同其实存在风险 市政府肯定会指责新帅集团内部出现的严重问题 但是李承阳毅然决定要曝光合同 阶段二,因为伊核新村是新帅集团的正式承包项目 结议白纸黑字受到法律保护 所以李承阳知道市政府就算想介入,暂时也无法太明目张胆 于是这一次,李承阳直接当场宣布新帅集团决定独立完成伊核新村项目 紧接着,略显愤怒的武市长要求新帅再好好考虑考虑 随即起身离开,会议不欢而散 阶段三,会议结束之后,李承阳派人迅速控制文良 董耀则被高明远带走 于是李承阳立刻安排行非,跟踪调查 根据此后的对话,我们得知 董耀的中间商行为已经触碰到高明远的底线 高明远既然能让董耀一步步当上区长 自然也能让董耀失去区长的职位 董耀疯狂表忠心的行为似乎为时已晚 不过,虽然高明远嘴上对董耀说 跟你的石门区告别 甚至直接把董耀埋到郊外的土里 只剩下一个头 但是更换区长毕竟不是更换马桶 高明远即使有意操作,也需要时间和人选 简单来说,高明远买董耀的目的 主要还是敲打和威胁 更重要的是,因为督导署和李承阳近期都在暗中调查董耀 所以高明远活埋区长的嚣张行为 正是督导署决定调查高明远的重要原因 另一边通过行扉得知高明远和董耀的反应之后 李承阳逼董耀查真相的目的 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文良的背后是董耀,董耀的背后是高明远 阶段四,因为文良的内鬼身份已经暴露 所以李承阳带着海哥和文良来到一个废弃厂房 教防海哥安排演员要求文良交出股份 如果不签,后果自负 开车压腿,威胁拉满,假执演员,演技浮夸,报效桥段,随之上演 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啊 你够赢我 文良 我问你话呢 李财有门的 他叫红额克的 你看看,跟你早说一声 我是眼子撕心裂肺的,你看 我看你啊 不要你太投意了 我就不忍心打担你 苏醒之后,文良只能签署合同 交出10%的股份 看在马帅的面子上 李承阳承诺 新帅依然会把买股份的钱打给文良 紧接着 李承阳将自己掌握的关键信息全部告知海哥 参加政府会议的无奈 各方势力对新帅的企图 保住伊核新村项目的理由 马帅的死亡存在疑点很可能与伊核新村项目有关 督导组也在调查此事 海哥的背景又不干净 李承阳保证会查清马帅的死因 得知以上信息之后 海哥决定再次将新帅集团交给李承阳 临别之际 李承阳对海哥说道 上次买我股份的钱 您直接转给文良就行 李承阳的潜台词就是 我的股份是不是就不用再交出去了 至此 李承阳除内鬼 解误会 保股份 重回新帅管理层的目的 也已经基本达成 镜头转向独岛组 马帅案送往北京的毒检 依然没有发现问题 何勇已经把毒检结果交给李承阳 与此同时 何勇开始调查林汉案件 因为绿藤警方认定 林汉当年是驾车意外坠江 溺水死亡 所以相关的资料并不多 事件报告说明 林汉尸体的血液酒精浓度 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 属于严重的醉酒驾车 可是作为一名有责任心 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何勇认为林汉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 紧接着在查看事件报告的过程中 何勇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法医宋涛 绿藤市局有五六个法医 但是负责林汉案和马帅案的法医 恰好都是宋涛 因为这两棋案件都存在或大或小的疑点 所以从不相信巧合的何勇 立刻决定调查宋涛 事实证明宋涛的问题的确很大 面对何勇的试探 宋涛声称自己不认识马帅 可是他却知道马帅脾气大 一发怒 不是刑事案件 宋涛却能清晰地记得 林汉尸体的血液酒精浓度 是每百毫升215毫克 如果宋涛存在问题 那么此前的事件结果就都不可信 于是何勇立刻安排陪伟秘密取样 连夜将马帅的尸体剪裁 送往北京再行毒检 至此杜涛组终于查清马帅的真正死因 病麻毒素 中毒死亡 作为隐藏马帅真正死因的首要嫌疑人 宋涛立刻被绿藤市局停职 独岛组针对宋涛迅速展开审讯 然而宋涛的反应可想而知 他肯定只会承认 不是弄错毒检样本的工作失误 不过调查至此 独岛组已经成功找到 揪出警局内鬼的突破口 更重要的是 因为独岛组的每一步工作 似乎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下 所以洛组长逐渐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 将李承阳发展成独岛组的外围帮手 当然实施这个计划之前 独岛组必须查清李承阳的所有底细 事实证明 在离开警队之后的14年里 李承阳没有任何问题 当年的李承阳黑警事件 也存在被人陷害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 独岛组发现 绿藤警方当年辞退 李承阳的程序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文件上签字的两个领导 全部都是独岛组的熟人 他们分别是 如今的绿藤市公安局 厂屋副局长扫黑办主任贺云 以及如今的中江省省委常委 厂屋副省长王正 看到贺云的名字之后 贺云脑海里的各种碎片化信息 开始重新整合 贺云主动申请配合专案组 连夜突身马帅 然后马帅当场死亡 贺云突然叫走贺云 紧接着陈建波的态度就突然转变 贺云将警校同学宋涛 逐渐提拔为法医鉴定中心主任 结果宋涛很可能是黑警 贺云虽然一直在配合督导所的工作 但基本都是隔靴搔痒 不解决根本问题 至此确定贺云的嫌疑之后 贺云开始主动试探贺云 如果总有人抢先一步 破坏线索 那就说明我们的队伍内部存在问题 最后镜头再次转向李承阳 拿到没有发现问题的那份读检结果之后 因为马帅的尸体不能一直在停尸间放着 所以绝望而又无力的李承阳 决定召开追思会 马帅生前喜欢排场 李承阳自然会满足兄弟的爱好 追思会当天 贺云 董耀 高明远 李丽娟 以及新帅股东等关键人物悉数到场 李丽娟和李承阳的关系依然冰冷 但是总有一天不停在危险边缘试探的李丽娟 会知道谁才是真正关心她和静雅的自己人 最最重要的是 贺云在此告诉李承阳 马帅是被人毒死的 此前的事件报告都有问题 这次交流将成为贺云和李承阳联合破案的重要铺垫 对于李承阳来说 这个消息既残忍 同时又代表着希望 李承阳的调查仍将继续 稍微冷静思绪之后 马帅追思会正式开始 往昔记忆涌伤心头 晚般情绪翻涌不止 面对复杂的局势和线索 负责主持的李承阳后遗症再次发作 直到身体无力支撑 并且当场晕倒 最后的最后 特别补充三个细节 细节一 作为曾经负责过警察局 威楼爆破项目的绿藤炮王 嚣张的陈建波甚至敢威胁警察 因为饰演陈建波的周晓鸥 曾在网剧《龙领迷哭》里 饰演盗墓团伙的头领马大胆 细节二 贺云办公室的书法作品《警魂》 似乎有隐藏的含义 拆解而成的云鬼警 可能也是导演 专门暗示贺云身份的一个道具 细节三 高明远的杨女郑一红曾说过 独岛组真是铁板一块 很难渗透 这句话说明绿藤的黑鹅势力 正在尝试渗透独岛组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最后再次感谢新老朋友的关注 和点赞支持 点赞过8000 继续高产更新 我是龚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